很多人去看樓市死定了 因為貧窮限制了他們的想像 自己賺不到錢 就以為人家一定含身如虎 現在這個時代是在那些圍爐 你富途有個圈 有個圈 難道你鋪上去你拿著騰訊嗎 但是你鋪NVDA 大家一個個 你接著又到The Moon 你怎麼搞呢 騰訊現在你都完全沒有問題 一堆東西擺出來是很好看的 但問題是你買下去就輸到你耗電 好看不好吃的情況是 你不知道世界會怎樣 以前大家覺得穩定增長而已 但現在不是 看影片之前 記得訂閱京一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下載我們的APP 還有還有 我們京一共肥計劃已經上線了 貼事物物送 有錢齊齊賺 快點訂閱啦 沒有反應 怎麼一手樓已經掃爆了 賣光 賣得多好 有反應 股價沒有反應 也是很正常 這個也是 地產這個生意 其實你炒股票炒來把貴嗎 你明白嗎 因為最好地產是好像翻桌 以前就說地產的東西 越流越久 又會升值很多 但如果你不是 你當作正常的 你等於翻桌 就是有Cash Conversion Cycle 買地 起樓 賣樓 換錢 再買地 就是一個Cash Conversion Cycle 這個拉長了很多 現在很慢的Cash Conversion Cycle 變成你地產商本身面對的Risk 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你這個 Conversion Cycle 一長的話 其實你中間面對的風險 其實是多了很多 尤其現在的環境 你不知道世界會怎樣 以前大家覺得穩定增長而已 但現在不是的 所以第一件事是地產股 Devaluation 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那個Cash Conversion Cycle 長了 中間面對的風險高了 所以一定是比以前便宜了 還有 你現在那些虛的東西 你不用買那麼多的 你明白嗎 你買那些NVDA的話 你可能是買一萬元 那你有得搏的 你明白嗎 當然你當時200多元那麽粒的時候 你能搏到 即使你800多元那麽粒 你還可以搏 你明白嗎 你搏它可能一個開 那麽不是很離譜 好了 但是你買新鴻機 你不相信它會搏到一個開 對不對 那你說 我們混一個十幾隻 搏高增長的東西 都好過你買十幾隻這些東西 你購買一碟 你購買又不夠 883購買 但是你搏又不夠別人搏 那你的定位很尷尬 所以不是一個很直搏的東西 因為你的風險不低 但是回報就注定不是很高 所以地產股就out of favor 現在這個年代就是這麽意思 就是這麽意思 就必然現在交投已經好了 又有很多人好搏 所以依然當樓市是錢銀 即是如果你今次 你要看回 即是有一堆人是當錢銀 那麽現在釋放他們 給他們 你喜歡怎麽行 進去買儲錢都沒有問題的 亦都可以當樓市是一個redemption center 即是說 譬如你說你買Bitcoin 贏了一千多二千萬之後 那麽 我都問那些人 他們買Bitcoin 我都問得很厲害的那些人 他們是不會買股票的 因為 因為 由虛的東西買回虛的東西 他們覺得說 為什麽我要買一個 最有爆發力的虛的東西 買一個沒有那麼有爆發力虛的東西 但又危險的東西呢 所以他們就是會skip股票的 但是他們會買樓 因為樓是實的東西 那麽其實 很多人就會說 香港的經濟又衰又什麽什麽 但是實質上其實是 你看下去你賺不到錢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crypto那裏賺了很多錢 有些人可能NVDA賺了很多錢 也有些人可能是老豆正落已經一大堆錢 所以其實 很多人去看樓市死定了 為什麽貧窮限制了他們的想像 自己賺不到錢 就以為各國一定含身如虎 但問題就是 其實香港的好處就是 你有很有自由去各思各法去賺錢 所以你說 那堆人是否會去樓市做redeam 這個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會的 所以我覺得不是那麽差 但是你說很快會 我覺得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提得太差 還有如果有能力的話 也有買回當是redeam 都沒有什麽問題 你有能力賺到千幾二千萬 你拿回幾百萬去買一層樓 那你剩下的錢都可以足夠 你再有能力賺多千幾二千萬 你明白我說什麽嗎 但是會令到你穩陣很多 那所以我覺得就不會太差 我有樓 204年買樓就差不多不用付錢 就是我是簽卡給首期 接著還有發展商回贈 那時候我買一層樓300萬 接著15萬訂 它會回贈4%給你 即是12萬 那你簽卡即是3萬 上會接著我借二岸 接著我就借九成 即是拿多15萬出來就可以上車 那時候拿了18萬出來的 那時候 我看你的Income Stream 說真的 我那時候為什麽會 那麽高gearing去買 就是第一 其實因為我都是 雖然我是那麽高gearing 用了很少錢 我單平民去買 但是 那個 就算我那時候要拿出來 我都可以well cover 只不過我當是借一個 沒有那麽貴的顏色 給我繼續賭下去 那麽意思 所以我覺得 重點是你覺得 一個這樣的高gearing 進去的話 其實你 是不是有能力 承擔這個風險 那時候對我來說 其實additional 借的錢 其實我當是 借一個低一點的顏色 給我倒下去 那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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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是高gearing 但是對我來說 我只不過是 整個身家裏面的gearing 就不算高 所以就這樣看 我覺得是 那麽你當然 高gearing 就不是很encouraged 高gearing 的做法 就一定要是 用時間控制風險 即是你不可以expose 到這個高gearing 太長時間 即是就算 炒股票也是 就算我們推的gearing 很高 你都可能是 兩三天 或者是 亦都令到我們 沒有好睡 的 因為如果我推高了 gearing 我們差不多看得很緊 直至到我的gearing 是拉回去 所以很多人炒期 可能是 不過午餐 或者是 不過夜 又或者你 晚上有三點 三點前 一定要搞定它 那麽這樣 就變成這些 是 有些 時間控制風險 如果是高gearing 其實 是 一個問題 那麽 如果你說 我們說的 新法載那些 未必真是很高gearing 對他們來說 可能他們發達之後 但是他們依然 是會維持一個 相對高gearing 去買樓 因為他們想倒下去 所以這也是 等於我當年一樣 你表面上 好像我借九成 但實際上 對你的身家來說 就不是太離譜 但當然 如果 如果我不是 如果我 你可能是 鼓樓雙殺的 或者你是 幣樓雙殺的 都可能這樣死得 到時 就不知道 這個是自己 當然這些 這些人 就已經是大家知道自己的 risk 但你講 一般普羅百姓 你九成那些 其實就好看你的 job security cash flow projections 那些東西 如果你是 那種 慢慢緊的話 我就反而覺得 你不要硬衝上去 因為問題就是 現在的 job security 其實是 差了很遠 因為你的 AI 令到市場變化得很厲害 如果你是地盤工 我反而覺得你可以 但你做文職的話 你就不要搞那麼多 你要高一點的乘數 你才會搞那麼多 就像自助餐吃到你嘔吐一樣 當它是一個 pullback 可能是 你當DVA 不幸運 有200元的 pullback 然後你就嘔吐 你就知道自己高高 所以 risk 這件事跟土耳吃東西一樣 其實只是 你取得越多 取得越多 取得越多 取得到你糟糕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糟糕了 所以我們不是一定 所以 重點就是 你要知道自己 是否有這個必要 其實是 如果你是沒有這個必要 如果你是沒有這個必要 你就不用那麼高機率 但老實說 他們已經贏了 的話 也很難跟他們說 說真的 就像我們以前一樣 如果我沒有經過97 的話 我都可能是瘋的 但是經過97之後 你知道吐過一次 你就知道自己應該吃多少 你明白嗎 這個過程也不是太差 因為你起碼 年輕的話 你就知道自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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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技術 那樣 變成你 越早知道越好的 都不是一件壞事 又不是一滴 我們什麼都要保護他 保護他 他就不能犯罪了 我覺得 你看他的勢來講 其實現在是 好有操控了大局 除了我們香港之外 就是 你是 什麼 日本 什麼 美國 歐洲 什麼 的地方 其實都已經 好有 說了 事 打了 息 然後 剛才 有說 我們剛才說過 GME的正經版本 現在是 大家 很多散戶 四方八面地衝進來 有個 AI 這件事 通常這些東西 會維持一個 長一點的時間 不是說 我們常常都 好像很保守 很快就糟糕 我覺得 為何會樂觀一點 原因 因為其實你 從技術的 standpoint 也好 從 Fundamental standpoint 也好 其實你現在那個 牛那邊 牛軍那邊 是控制 而紅軍那邊 其實是一個很被動的位置 所以就是樂觀一點 但是 剛才都說了 就是你約了那些 Texa 那些什麼Apple 巴棍 那些都要小心一點 是的 就是因為 大東西又弱了的話 熱門東西一弱了的話 就不是很 恭喜的 亦都可能會很長時間 你應該這樣說 現在越來越多人 是 Web Connect 其實是應該要投資的 因為你 你不投的話 你就真的很嚴重 你想想 你靠份人工 你的AI打到埋伸 除非你真的 好像剛才說 你立志做地盤 我就恭喜你 你做地盤就很穩陣 但是你做地盤 就不是那麼多人喜歡做 亦都因為 不是那麼多人喜歡做 所以定赤穩陣 如果很多人喜歡做 就不穩陣 但是你做文職 有很多AI會搞你的 對嗎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要防止被人搞定 更加需要投資下去 一份 就去保護自己 被人搞定 所以我覺得 這個概念 是會越來越 popular 所以我覺得 剛才說的圍勞 也有正面的經驗 累積 所以就越來越容易 亦都比以前 資訊方便了很多 投資高了很多 所以 其實你那些 亦都打得很散 即是 你那些人 你跟人說 夾倉 我要買你兩千元 你夾我什麼 你輸了 就兩千 但是很多 那兩千 你就很厲害 你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 所以就 有很多 這些 跟以前不同的因素 其實令到我們 可能 這個 外面的牛市 可能是會比較長 起碼 起碼 其實就是現在 選贏家 選輸家 即是剛才說的 就算你那些 電動車 絕對 No thank you 可能是上一個 Cycle 的Darling 但這個Cycle 就應該未必會 再是他們的Darling 就是這樣 你的問題 就是 人們會覺得 第一 你會受到晶片限制 你勁極有個譜 第二 就算沒有晶片限制 你很勁 出不了海 即是你相當那些 即是 外面都不會給你 即是華為一樣 都要拆你屋 即是不會讓你去那邊用 你明白我講的 你明白我講的 即是 市場有限 我覺得 為何我們有AI公司 但沒有AI熱潮 原因就是 你那邊就無限想像 這邊就大極有個譜 大家都可能還未送 為何我不買 即是你買一隻馬回來 即是 你擺明是五班都沒得贏的 你買來把鬼嗎 即是你明白 即是你要當你馬主 你買了自救新馬回來的 那你那隻擺明就是 最多都是四班 贏一場偷銷 但那些 有機會殺上第一班 那你當然是買那些 有機會殺上第一班 還要是 可能價錢不是差很遠 那你當然是買那邊 就能購買多一點 所以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樣 即是你的長遠限 想像空間 有分別 其實他 即是那邊一班 但這邊 其實他都比以前 那間公司他有了AI之後 但問題就是 大家會覺得 剛才我講的一件事 一會兒你賺多些大錢的時候 就跟你講 誒大哥 生意好看 是不是好吃 那你好吃 才真的叫做股票會厲害 但我們見過 有個好看不好吃的case 那你現在騰訊也很好看 但不好吃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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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訊現在你都 完全沒有問題 一堆東西擺出來 是很好看的 但問題就是 你買下去 就輸到你耗電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好看不好吃的 所以 你未必 你解決不了這個 這個憂慮 那為何我要買這些呢 那我給你買那邊 快一點 還有 你是高波費 你想想想 現在這個時代 是在那些圍爐 你富途有個圈 然後你的圈 然後你的圈 有個圈 難道你鋪上去 你拿著騰訊嗎 大哥 你鋪上騰訊 你不是大家在這裏訴苦 但是你鋪上去 NVDA 大家一個個 嘩 大哥 你接著又到天空 你怎麽搞呢 你想想 See you in the moon 你不會騰訊 See you in the moon 大哥 你想想 大家在這裏鬥 叫救命 有 你想想 也有這樣的情況 你圍爐也圍不成 何況 你那些 NVDA 那些 你圍的那班人 你可能是丹麥有件 瑞典有件 日本有件 韓國有件 大陸都有幾件 可能是 你騰訊那些 何來去去都是 我們講中文都有 是不是 哪有鬼佬在裏面 那些 Source of Fund 都已經 差了幾百倍 你想想 這樣想 你都知道 你圍爐也圍不成 現在圍爐很重要 根本上 現在就是等於 兩三年前 那個 GME 事件的 一進化了 那班傢伙不是 好像以前 只是夾湯 現在是 有股 有 Fundamental 又有什麽 大家一起衝出去 和他們死過 大家都明白 其實很重要 你投資是 越多人 Recon投資很重要 為何 要次回邀來 這是 架子 為何 做甚麼 我 知識 你 跟國 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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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按一下小鐘